结婚本是见开心的事情,而新娘李女士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,因为在婚礼当天,新郎新娘放在皮箱里的四万元彩礼前自己都还没有沃热,就不翼而飞了。 严城市民王先生和李女士大喜之日,按照习俗,王先生提着装有十万元彩礼前的皮箱,去女方家接亲,午饭过后,女方父母往皮箱里添九千六百元,作为压箱礼前回礼,而当晚婚礼过后,新娘新郎却发现箱子里的钱,数目不对劲了,于是第二天便报了警,接警后,警方立即展开调查, 然而被盗的皮箱上没有被撬裹的痕迹,婚礼当天也只有伴娘和跟装师始终在新娘身边,不过一个细节引起了民警注意,李女士提到,自己换衣服期间,曾把皮箱要是交给跟装师陈某去拿衣服。 据民警所述,跟装师包内装了两万块钱,这加湿了民警对跟装师陈某某的怀疑,随即对陈某的住所进行搜查,在陈某的住宅搜查到了大量现金,在其包中也发现大量现金。 陈某面对大量现金无从狡辩,最终承认了事实,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,警方在调查中发现,除了陈某包里有两万元现金,以及她藏在住处的一万元现金,另外一万元,陈某已经把现金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,偷偷地转移到她妹妹的账户中。 据了解,这名跟装师与新娘,还是多年的同班同学,真是让人吃惊,虽然陈某某退还了全部赃款,也取得了受害人李某的谅解,但是陈某某的行为已触犯了,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,涉嫌盗窃罪,被依法刑事拘留,这样的朋友,就算和解,以后也别来往了,认同的请点赞。 请不吝点赞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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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。